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少年 小弟呢 其實最近有一些看房的需求 於是我就左思右想 想一想 我們身為一個工業工程的男子 我們身為一個愛家的好男人 可能即將入罪的好女婿 我們向來看法就是跟大家不太一樣 在我的人生觀 其實房子是買來住的 不是買來草的 但是在我最近找房子的時候 我就發現 很多人在看房子的時候 在看的是 什麼蛋黃區 什麼蛋白區 然後它是什麼樣的廣告 旁邊有什麼樣的公社 然後有什麼樣的土地 什麼樣的花園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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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於是 對於哪些房子可以買的第一集呢 我們決定用從基本的結構 建築跟材料 來跟大家來解釋 我跟你說 如果有錢的話 我覺得對面那一棟也不錯啊 可以 所以哪些房子可以買呢 我們決定第一集 帶大家來到這個帥氣的地方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其實台灣建築以往的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住商混合的地方 所以它在基層的底層建築 其實以往的建築都會比較軟弱一點 台灣呢 因為它是屬於地震帶 所以它是一個每年都會長高一公分的地方 而在這長高一公分的過程當中呢 它就會產生許多大大小小的地震 好比說2016年的美濃地震 造成圍貫大樓的倒塌 還有2018年的花蓮統帥飯店 雲門翠堤大樓 它其實都是屬於一個軟腳下的概念 但是因為台灣早期它並沒有這麼多的法規 跟這麼多的數據 能夠告訴一些建設公司 我說的是有良心的建設公司 而這些規範是怎麼出來的呢 其實就是經過這些科學家跟數學家 還有一些工程師的精密計算 告訴政府跟告訴地方單位 它應該要用什麼樣的規範 跟什麼樣的鋼筋材質 跟什麼樣的結構體去蓋房子 才能夠保障一般大眾人民的安全 所以呢 像我們這種工業工程的男子 買房子看什麼呢 我們看工法 看材料 看結構 甚至我看到水泥是哪個牌子的 我都看 但是通常建設公司不會回答我 好了 那既然來到國家最高的殿堂的國鎮中心 那我們就來帶大家看 如此代表新的大樓裡面 它們有包含了什麼樣最新的高科技 跟最新的設備 能夠幫助以後未來蓋的房子 大鎮不晃 中鎮無感 小鎮繼續睡 我們馬上從結構桿參觀 國鎮中心呢 它裡面有一個非常龐大的實驗室 它那個實驗室呢 等一下我們可以直接看到 三層樓的剛夠 然後直接在裡面晃動 而且重點是 它們這裡面有7號 而在直通大樓本身呢 它其實就有一些防止地震 震動跟減震跟緩震的裝置 好 我們走這邊 哎 不要 在我們這個電梯一開門的地方 它其實這個東西不是一個裝置造型 它其實就是其中一種主題器 叫做鋼板主題器 鋼板主題器是拿來幹嘛的咧 就是其實在這棟建築物當中 一般你可能想像的建築物 它就是正方形的 但是如果當你今天有哪一個部分外推的時候 好比就像我的拳頭一樣 如果你外推出這一段 那當地震來的時候它會怎麼樣 它會這樣子甩動 所以你到越外推的地方 它會被甩得越用力跟越晃 所以在這個H型造型的裡面呢 它的結構體當然是橫向 就是這個方向會比較強 它還是能夠阻擋 如果它是這個方向的時候 它就變成是一個牆面 它當然一樣有結構 你看它在中間這個核心的消能段的地方 就是這五段的方向 那它上下呢 這兩個就是在叫做彈性段 也就是說它在地震在晃的時候 就是你有一些地方你要讓它小了 那有些地方呢 它是要支撐住它的主結構 但是呢 你是不是聽到鋼板阻尼器這個名字 跟你以前想像中的阻尼器是不太一樣的咧 那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看一個 比較像阻尼器的避震器 比較像阻尼器的 比較像避震器的阻尼器 比較像避震器的減震器 來 這個就是看起來像避震器的減震器 大家有沒有以前記得我們之前拍那個Fox 就是在拍避震器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打開裡面很多內部的結構 那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就像油壓避震一樣 就它利用油壓的一些原理 那你如果不知道原理的話 你可以回頭看我們以前在做腳踏車避震器的那個概念 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 但是呢 你在大樓結構裡面 當你看到這個一大根的避震器的時候 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你知道看哪邊嗎 就是看它的避震器本身 是不是有連到你的缸構上 當它如果沒有連接在你的建築本身的主體的時候呢 其實它是沒有用的 像後面這個牌子就是KYB 那就是日本的 假設有一天我自己蓋房子的時候 能夠贊助我來個50根 那就很開心啦 所以在一棟房子裡面呢 它除了下面要放之外 它其實如果你的減震效果要好的話 其實你整棟房子它的每一層樓 你都是可以放的 所以在我們這整棟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呢 你看它放了這麼多根 所以基本上這棟房子它就是可以買的 可是這是政府的不能幫他 好 沒關係我們可以欣賞 好 那像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在 1234567樓嘛 所以我們的人現在應該是比較像裡面的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你看到這個斜斜的兩根 然後我們往左邊看 就是這個位置 好 我們走到窗邊 有沒有看到這邊就有兩大根 然後這兩根呢就是 威爾林斜層 然後它往上 就是有一個美國的牌子 好 往下來 我們在人家沒有贊助我們前 不要給他拍太多畫面 想必這棟大樓在當時建造的時候 也是有不少的贊助商啊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當大樓蓋得越高的時候 當地震來點的時候 它上面就會晃動得越厲害 它的擺盪力就會越強 好 各位朋友看到現在的101 這個工法呢 又是另外一種工法了 我們有機會再拍一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為什麼我身後這兩支的避震器 跟其他支也不一樣呢 就是它旁邊有加了一個這個Sensor 也就是說他們科學家們也想要測驗說 在經過這幾年的地震之後咧 它的位移程度到底是多少 作為一個數據 然後讓以後的改良它能夠越做越好 而所有東西呢 它在真正發明出來 落實到人類社會當中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會經過 小模型 實驗體 然後最後再成品 所以呢在很多的觀念 你都可以在這個實驗的小道具裡面去看到 我們先用小實驗給大家看 等一下我們來讓大家看一下大實驗 在這個小實驗當中呢 它旁邊就是有加阻瘤器的 跟沒有加阻瘤器的 所以當地牛一晃動的時候 然後停下來 你家還在搖 我家已經沒事了 不過呢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單方向的實驗 所以如果依照就是力學的結構原理呢 你要在實際上運用的時候 它裝一邊是只有這個方向有用 所以在一般的建築的時候 其實你兩邊兩個方向它都是要種的 那才能夠確保你的房子 從四面八方來的地震 它都能夠抑制住它的震動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有另外一種叫做減震盤 これは減震盤です 它有沒有感覺像是我們那個 攝影器材的穩定器啊 還是像那個攻擊的那個頭 這個減震盤它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一樣就是用一個AB test 我們左邊是有放隔震盤的 右邊就是直接接觸地球表面的 然後我們就來看你家樓上的水塔 如果遇到地震的時候 它晃動力是如何的 我們現在來個高速的地震 它減少晃動的原理呢 它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只要打開看 大家會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 嘿 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一個圓盤 然後跟四顆珠子 不過這是一個模型的概念 但是它真正在實際運用的時候呢 當然就是有一些 它的摩擦的材質的一些專利是完全不一樣的 像這個對面的大樓 它本身就有 下面就有做這樣子的裝飾 所以對面的大樓它也是可以買的 那也是政府的 你也不能買 那沒關係 我以後蓋的大樓裡面 我就再放一層 當然除了大樓本身的防震之外呢 其實有很多的地震傷害 是來自於掉落物的 那這個時候你的天花板應該要怎麼做咧 天花板 現在青鋼架一撒賣多少 你不知道 是長度計算嗎 不是 重量計算嗎 不是 沒趁勁都賣豬肉 青鋼架的工法呢 其實是很多辦公大樓 或者是有一些家裡的住宅 像我自己住的地方 其實就是用這種青鋼架的工法 其實它在很多地震的傷害當中呢 是由上面的掉落物砸下來 造成的人員損失跟財富損失 所以在它們旁邊有45度的支撐 跟它這個離牆面30公分 它也是額外做的支撐 不過當然我們做工的朋友都知道 這個價錢反映在施工上 也就是說你用不去多花一些工錢 讓師傅麻煩一點 增加在地震的時候呢 掉下來的趴數可以比較低一些 所以除了剛剛的減震盤之外 那其實它們還有一些工法 是用在一些比較高科技的機器上的 隔震平台 雖然說有一些人的房子 它可能沒有這麼貴 但是它家裡面的設備非常的貴 它會說 所以如果今天你家是高科技廠房 或者是你家放著有古早的文物的 或者是你今天是一個博物館 甚至是中央氣象局裡面的超級電腦 那它都會使用僵子的盤 然後來去減少就是在地震遇到的時候呢 全部大家一起shut down的可能 所以說呢 這個時候你有隔震盤的機器呢 跟沒有隔震盤的機器就會差很多啦 如果更何況 今天你是一個挖礦機的小朋友 那就對你來說就非常重要啦 那我們小模型都看完了 接下來來看大型的實驗場所吧 來各位這裡就是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實驗室啦 你可以在這實驗室呢 看到有三大項目 第一個就是震動台 然後多軸巷 跟反力牆 那現在你看到這個三四層樓的標的物呢 它其實就是待會我們要實驗的物件 而待會我們要測試試 如果在你家的建築裡面 在剛夠被破壞的狀況下 你又再次遇到了921的地震 那這個時候上面的搖晃程度 跟它的位移程度會如何呢 所以呢在這個震動台下面呢 它總共會有12支的油壓前進頂 而這12支的油壓前進頂呢 就會分別去推動 它的不同的位移程度啦 在這個5公尺乘5公尺的台座上面呢 它總共就是有6個自由度的窗向 而這個載體呢 它目前是能夠承受50噸的重量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實驗它是自由度比較高的 但是它能夠隨時更換不一樣的結構 不一樣的物件 然後或者是不一樣的HP 不一樣的剛夠 然後來去了解在遇到地震的時候 什麼樣的結構 跟什麼樣的造型建築下 能夠最保護你的家的安全啦 那你現在看到的 就是這一般最標準的啦 也就是我們一般 四四正正方方的房子 而中間呢 我們會放一些比較活性的載重 好比說你的小狗啊 你的家人啊 或者是你家的家具啊 模擬說在這個狀態下 如果你遇到地震的時候 這整棟建築物的剛夠呢 它會怎麼樣的移動跟位移 那各位朋友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震動囉 TQ084XY雙向5Scale 開始 有沒有看到 已經開始放動囉 現在的震動方式呢 就是在模擬當年921的時候 在玉岳潭那個地區它的震動幅度 對台的震動機呢 它總共可以模擬人造的地震 跟天然的地震 也就是第一個是給科學家 他們在測試震動的方向 跟震動的幅度 對於結構體的破壞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他們可以重新演算 在哪一年他們所蒐集到的地震的數據 然後把它重新模擬到新式的建築物上 測試結束 測試結束 震動台看完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反例牆 在剛剛結構看完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看反例牆 好 反例牆的實驗是在做什麼呢 就是說呢 我們在房子的結構當中呢 或是在建築的結構當中呢 你家裡面是不是有RC 你家裡面呢 地板可能是洗石子 你家是不是有柱子呢 總而言之 你家裡面一定會有一個東西 叫做水女 所以在這個實驗過程當中呢 你有沒有聽到那個有壓千斤頂 才會慢慢推動我們要測試的弓箭 那它這個弓箭呢 它其實就在模擬你家的房子裡面 就是會有RC 會有柱子 你的柱子下面呢 會承載你的結構 究竟你的柱子跟你的承載面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破壞力 那如何去計算出 我們在營造的時候 你的鋼筋的捆綁方式 或者是你鋼筋的含量需要用到多少 它都會決定 就是我們在結構體遇到地震的時候 它的破壞程度 跟它主要的基礎的破壞程度的差異 所以你在這個結構體的上面呢 你就會看到 它上面有一個比較白色的呢 這個是石膏 它上面呢 有用那個墨手 就是碼道 然後去打出一條一條的隔線 這個隔線呢 就是我們在實驗當中呢 同學們要去記載它的名字線條 還有去校正位置 去看出 我們在千斤頂推動的時候呢 它的破壞程度到底是多少 就是以上的實驗 那我們看到這個鋸體後面 那個長長黑色的一大根的那個 然後那個就是千斤頂 那為什麼叫反力搶的實驗呢 就是作用力反作用力 應該大家知道 如果你今天你要用多少的力 去推動這個物件呢 那你的後面的牆壁 它就要成長一樣的力 所以它們的搶呢 你可以從後面看它是一個 非常非常厚重的R系 小紅洞呢 它就是讓你的牙條 可以在裡面對鎖 去固定好你的物件的 大家不要看營造跟建築本體啊 其實這件事情上 它是有經過非常多的工程人員 非常多的科學家 然後非常多的老師 他們去算出一個數據 你總不能把每一個家裡面 都蓋得像一個發電廠一樣 就是這樣一樣的無比堅固 但是你的造價就一定不肥 但是你又不能呢 像以前一樣 就是隨便亂蓋 反正水泥包起來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相較起來咧 各位在買房子的時候 可能你看的是建設公司 但是我們以做工業工程的人來說呢 其實我們會看的是 是誰營造的 他用什麼樣的方法去製作 或者是他在工地的規範是什麼 或是他的建材是什麼 他的材料是什麼 甚至他水泥是哪一家的 對我們這種人來講 他都非常在意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 最後一個實驗 在前面呢 大家都會覺得 那些實驗都已經非常大型了 接下來呢 我來帶大家看一種最大型的 它叫反例支架 它其實最主要做的就是 就是一個牆面的測試 柱子的測試 還有一個隔震墊的測試 在旁邊這個黑黑的那一小塊 它其實就是 我們的所謂的橡膠墊 那裡面的結構呢 中間呢 它是一根心棒 上面呢 就是一層橡膠 一層鋼板 一層橡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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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呢 它就可以塞在你的建築物的本體的下面 也就是說它可以幫助你在地震發生的時候呢 去減少它的震動 而隔震跟製震 它這兩個功能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要怎麼樣做測試呢 我們在旁邊這邊看到有一個超大的兩根千斤頂 這千斤頂又比剛剛我們前面看的測試場域又再更大了 它會從側面做推動 跟從下到上的垂直推動 去測試呢 你的墊子跟你的牆面呢 還有你的柱子會造成什麼樣的受損跟破壞 而講到這個牆壁呢 我在今天就發現了一個老相好 這個老相好呢 是我同學的親妹妹 這個同學的親妹妹呢 他在這邊很認真的畫他的牆 你這樣寫OK嗎 你這樣寫真的不會被人家罵嗎 對 現在我們在牆壁上畫這個記號是要幹嘛咧 就是我們會進行像兩刻 然後畫這些符號進行變數 然後透過變形才會變形後稱 這些符號之間的差異 來量測它的應變量就是變形量這樣 你現在在這邊做實驗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寫畢業論文 然後要教一個實驗的進行研究這樣 所以你念台大 對 土木 對 你現在是塑幾 塑餓 塑餓喔 那為什麼你姐到現在還是塑餓 嗯 因為他有一些 那個其他的計畫 所以他也剛好不是塑餓 感情上的計畫 那是一些其他事業上的計畫 你媽應該不會看我們頻道吧 有可能會 哇塞 嘿 所以總而言之呢 房子終究是要拿來住的 所以我們第一集呢 看的也不是你的建設公司 也不是看公社 而是看呢 房子的結構跟房子的材料 這個才是我們做工業工程 非常重要跟非常注意的事情 所以說如果今天你有錢 你存到錢 你想要買房子或換房子的時候呢 希望這一集能夠給你有 非常多參考的價值啦 那如果今天你沒有錢買新房子 但是又住在那邊該怎麼辦呢 那你就可以買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在2022年的時候呢 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它已經到了20周年啦 而也是因為台灣經歷過 921的大地震 所以政府希望呢 如果再次遇到強震的時候呢 大家都可以獲得這個保險的理賠利 如果你有購買這個房子的保險基金呢 萬一你的房子是被檢測出 它是全損的話 可以獲得150萬的賠償金 而同時呢 你也可以獲得20萬的臨時住宿費 所以呢 它一年只要1350 一天只要4塊錢 也就是萬一呢 台灣如果再次遇到大型的地震呢 能夠讓你有一個基本的保險 其實在民國91年的時候呢 當時如果你有用房貸啊 其實它就會嚴格的規定 你要保這個保險 不過大家要有一個概念 大家在繳房貸的時候 房子是銀行的不是你 而是你在房貸繳完了之後 那個房子真正屬於你的時候 其實你更應該要保險 不然就是好好認真賺錢 然後去一次買個10棟房子 總不可能10個裡面全部都倒吧 所以以上的資訊就提供給參考 大家沒有錢買新房子的朋友啦 總而言之 但是如果要住的好睡的好呢 就是大正不倒 中正可修 小正不壞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未來自己喜歡的方式囉 我們超市真笑臉 下次再見 掰比 你知道這個盤值多少錢嗎 這個盤大概30萬 30萬啊 30萬 從小學機械 長大賺大錢 它這個重點是貴在專利 這個力學跟結構 也是要花很多時間計算的 所以如果你家裡面 你買不起那個大根的注射器 你可以買這個30萬 因為那大根的可能要到幾百 那地震來的時候咧 你就站在上面 全部的人在震 你會覺得你沒震 只要你自己覺得沒震 那就是沒有震 要了在那邊打嘉義啊 陳怡梅 你姐平常在家裡就這麼瘋狂 沒錯 那 但童子也很賢貴喔 喔 你現在是在幫你姐真男朋友 沒有 我會幫她講好話 我聽說她最近交了男朋友 呃 自己去問她好了 喔 看來是分手 所以其實一年大概就 一年一千塊啦 一天大概四塊錢 那150萬 我要怎麼買一棟新房子 她當然是給你緊急用的啊 她不是說讓你 那大家就開始下裝就好了 我就看哪邊倒哪邊賺 不是啊 她就是一個你真的住在那裡 你的家裡是真的需要 緊急救助使用的時候 她就讓你一個緊急過渡的 那保費才這麼便宜 一年一千塊 你昨天吃飯花多少錢 那還快一千嘛 對啊 你還記得你921的時候在幹嘛 我剛出生 你是剛出生還是你還是柯董 我剛出生 我已經出來了 喔你一出來 我已經出來了 然後大地哀嚎